說來講喔 要在要過這個聖誕祭 大家都在記台說 會有什麼禮物喔 這個大家跟大學學生就沒有一個660分的聖誕禮物 要來幫助這個中華館家府的自動來觀望 這個家府自動的聖誕這個觀望都不是說很大喔 有的只是說幾句落筆 也是說一個小小的禮物 他們就很關注了 作為來關心 第一大學學生 始終來聊外地的表演 要拿著來祝賀家府的倫婦聖誕節快樂 如果有更好休閒學學生的努力 這裡是要關注660分的聖誕禮物 要來祝賀家府中心的倫婦 家府中心 這裡也有助理王進宮 要跟家府立東代表 正來第一大學來接受關注 因為心願術這個送禮物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是很希望就是說 尤其是很多家府中心的小朋友 到了聖誕節之後 他們一直很希望有一些心理想像的需要 尤其是這次我們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他們發動了這個慕禮物的活動 然後在整個總共收集了600份的禮物 那今天透過這個活動 我們捐贈給家府中心的很多的小朋友 那這些小朋友都很可愛 每個人的心願 有些時候是他自己的心願 也有可能是他看到媽媽很辛苦 或者是阿公很辛苦 他甚至很多禮物像護手霜 像很多的媽媽需要一台腳踏車 這些東西都是顯現的 小孩子真的是天真無邪的希望 那我們也希望說社會上的愛心 能夠多多展現 讓我們台灣更有溫情 近期大家的幸福表示 該後休閒下三年來的核心 就位到六月婚科技結束到 就開始來丟比這個活動 過程當中不斷調查每一位家府 你們的訴求 到這個按照他們的訴求 去進行這個沒有一日子的活動 後來家府的你們的環境都不大 也這個大家的核心 可以順利來沒有一張660婚的禮物 今天在這個寒冷的冬天 寒流一波一波的來 那彰化家府這邊的孩子 有3700多個小孩子 包括身心障礙小孩 他們很需要社會各界的關心 那今天我們很感謝大學大學 五校長所領導的一個團隊 那特別是感謝大學大學的 休閒管理系的學生 發起了這個為家府的孩子 募聖誕新宴禮物的一個活動 那終於在這兩個月裡面 募到了600多份的禮物 那要給我們家府這些小孩子 能夠在聖誕節前 達成他們一個聖誕禮物的一個心願 那社會各界的一個幫忙之外的時候 校長這邊也是呼籲 大家能夠一起來響應這個活動 讓聖誕節到的時候 這屬於小孩子的一個日子 那新年也要到了 那這些家府的弱勢孩子 他們並沒有辦法獲得到一些聖誕禮物 但是因為經過這次的活動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份禮物 相信讓他們心中 能夠充滿溫暖跟快樂 彰化家府中心主任翁靖公 是感謝所有第一代 學生的愛心 和家府中心的你們可以來收費 相信說有了這些聖誕禮物 要由家府的你們 多過快樂的聖誕節 另外也好讓大家 可以支持家府的愛心理財活動 幫助各個家府家庭 一當煩到台頭過這孤的心理 就是我們下海玩 戴川博德 真的假裝 是新獅子的溫暖